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信 小伟对我那么好 睡觉抱着我 汽车载着我 还给我买了新包包 让我去面试 虽然是个 并且还和白富美是友撞包了 还被当面揭穿 扔掉扔掉扔掉 算了 想想就好 头摸摸藏起来吧 毕竟是小伟的一片心意 小伟要带我回家结婚了 超开心 这个臭小子小的美 一起面试的时候 给我打那么一点分 看在是难调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结果自己被刷下来了 就想要我跑路 我被露了 凭啥走啊 以为谁运气都像我这么好吗 坐个电梯都能碰上顶头上司 我还主动让位 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呢 第二讲 小公司做事 大公司做人 在比特斯 你还是把你的才华 集中在有用的地方 虽然美女领导私下给我讲了很多 但也不能掩盖 她竟然将我辛辛苦苦做的PPT 让辛金女去演讲的事实 过分 看我折战群儒之所主战场 大家好 我是罗海燕 是比特斯的可苦执行 首先呢 诚挚地欢迎大家来到 比特斯 谢谢你 杏金女竟然失败 还怪我把她的电脑弄坏了 美女领导 还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加班 诶诶诶 说好的两个人 辛金女竟然跑路 快 被你奋为力量 工作工作工作 那个女人是谁 来来来来 sounds 快点快点啊 快点坐 再快点收工 第三讲 一个女人的最终归数点还是在家庭 将来是有结婚生孩子的 不得不说 我的美女领导和伪心精女 就是我职场上的良师义友 那我要成为女强人还是小女人呢 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抉择的问题 对着新男票见婆婆 一见面问题就如此犀利 你不是上海人啊 根本你是租的房子了 那你父母亲来过吧 还好男票贴心安抚我 不就是买房吗 买买买 那你居然要分手 原因还这么溜 简直就是屁话 你就是嫌我以后低位比你高 赚的钱比你多 伤了你的资金心 什么本地人外的人 你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 你就是要找一个英语比你差 什么都没有你好 每天要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人 这个钱你自己拿着吧 让开 之后应该还有更悲剧的事情即将发生 坦刀社会毒打的我 用亲身经验做的教材 赶紧来看看吧 等我们录制剧下期见